泰王出手庇护西拉米 恢复社交账号运营 无情敲打苏提达王后 泰国版宫斗剧时刻都在继续 即使苏提达册封为王后 也不能达到安枕无忧的效果 马哈国王是个风流的君主 就算已经到了爷爷辈 依旧做不到老实本分 王室研究专家安德鲁之前爆料 苏提达王后联合军方 妄图彻底血藏西拉米母子 通过关闭亲子账号试试 立刻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泰国王室也遭受了重重舆论压力 虽然西拉米已经被废 并且跟马哈国王办理了离婚 但是却保留了探普英头衔 换句话说 西拉米还是王室成员 目前定居在皇家别院 更是未来王储的生命 苏提达如此机不可耐 野心膨胀到了极点 就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出席完查尔斯的加冕典礼 苏提达王后实力大增 国际影响力也显著提高 成为泰国知名度最高的女性 正是在种种光环的笼罩之下 苏提达认为实际已经成熟 因此着手收拾自己的老青蹄 九年前苏提达弹下一字 成功挤走西拉米 后来更是无比受宠 加冕成为唯一的实时王后 西拉米的官方账号被关闭后 舆论一直处于发酵的状态 甚至在国际上都有不小的讨论度 当小编再次打开账号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运营 以往的视频和海报也都展现出来 事实证明 西拉米如此之所以可以屹立不投 离不开泰王的默默之耻 否则早已被提出去 苏提达王后处心积虑 想要彻底将西拉米除名 真是心急吃不到热豆腐 这次行动反倒还打草惊蛇 年轻时候的西拉米 拥有盛世美颜 再加上人美心善 在泰国收获了大批粉丝 犹如英国的戴安娜 西拉米被誉为污蔑之后 声望和地位远超苏提达 这回泰王直接出手 比护西拉米母子 被我们传递了不少信号 看似是一个小小的个人账户 却跟前朝和后宫紧密相连 甚至牵扯到利处问题 目前提帮公还在德国流血 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甚至不知道遭到了计谋的暗算 好在马哈国王眼几手快 直接动用权力恢复西拉米的账户 来了一招大事化小小事化 苏提达王后出手快准狠 本来以为已经万无一失 没想到又一次吃了哑巴亏 无论何时何地 西拉米的地位都无人可以撼动 即使沦为了废非 还是轮不到苏提达来指点江山 马哈国王已经七十岁 早已到了该立处的年纪 提帮公已经成年了 绝对是最合适的人选 难怪苏提达王后着急了 不光动手血仓提帮公 还想谋取王主的宝座 太王看似丸是故宫 控局能力让人佩服不已 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就敲打了苏提达王后 就连军方也感受到了寒意 这一点得到了普逆鹏国王的真传 帝王就要灵活运用合纵连横之术 只有这样才能稳固统治 从以前的局势来看 双方的拉锯战还在继续 就算希拉米无法复仇 太王也绝不允许他人人摆布 尤其苏提达王后地位特殊 更不能插手这件事 提帮公王子马上就要过暑假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公务数量还会增加 苏提达王后处心积虑 或许只是为了给希拉米做嫁衣 到时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